今年1月潮州镇长周品权副职举办仪式 仍受了一圈 副职后态度低调 他因为涉入收购郭台铭联署书案 去年11月遭到收押禁件 他在案件中扮演中介人发包角色 这一切会被揪出 其实要归功于一位年轻的基层园警 近日接获屏东县潮州地区 由以现金新台币200元不等价格 换取某总统候选人联署书之勤资 当时警方接获检举潮州有人 以一份500元收购郭台铭联署书 集成员警到联署点公庙 假扮民众联署 却只拿到200元价差引起检警调查 后续查出议长周点论涉嫌 交付500万给镇长周品权 周品权保管50万 再交由陈信秘书450万 其中300万由朋友保管 秘书拿10万元给公庙夫妻 以一份500元价格收购联署书 但最后搜证远警却只拿到200元 追查才破了这老鼠会 拉人连数的手法 起书书上也写出 远警携带密路器前往公庙搜证 从黄信庙公处取得200元之对价 循现溯源才查席案情 揪出周点论涉案最大工程 也就是这位年轻基层远警 参选朱俊杰股仙 屏东报道